大家好 我是善桂 欢迎来到素食好主意 今天我煮一个简单的家常素菜 椰香花瘦珍菇炒素鸡 我买这种素鸡一包有两条 开了外面包装袋之后 里面都是用真空包装 素鸡也是一种豆类制品 就算放冰箱也很容易变质 所以我就一次吃完两条 椰香花通常都是用来烤瓜粒汤 或者是用来煎蛋 今天我就用椰香花来炒一个菜 椰香花我已经是将它们洗净 接着用盐水浸了15分钟 接着剪了框 只要花花就可以了 接着切了瘦珍菇 我自己就不吃这个脚 我觉得不吃这个脚 只吃上面这一部分 菇会比较滑 如果不想浪费 当然可以吃这个脚 只收一收少少就可以了 有些如果觉得很大 就可以把它切开两边 材料除了素鸡 野香花 瘦珍菇之外 还有些姜蓉 用来爆一下菇类 还有些切碎的红萝卜 如果没有红萝卜 也不要紧 因为我最主要是 等它的颜色红红的 好看点 烧热了些油 就爆一下菇籽 将素鸡爆分钟 看到它微微的 有点焦黄就可以了 将素鸡尽量拌在一边 如果锅小就拌起它 加小火 加些姜蓉 爆一爆些姜蓉 爆到它闻到有些姜味就可以了 加上瘦珍菇 可以开大一点点火 如果锅针不够油 就加些油 加上野香花 我差点忘记了红萝卜 加上去 红萝卜应该早点下 应该和菇一起下 因为它是比较难熟 加了红萝卜 有点红色 颜色好多 下了野香花之后 就要调小火 加点糖 大概是半茶匙 炒均匀 大概是三分一茶匙的盐 炒均匀 我今次不加豉油 现在可以上碟了 今天的家常素菜完成了 加上少少芽油 试试我这个 野香花瘦珍菇炒素鸡 这个菜很适合夏天吃 除了因为野香花是夏天的蔬菜之外 不用停留在厨房里这么久 如果你喜欢今晚这个 野香花瘦珍菇炒素鸡的话 请给个like我 我继续吃东西 下次再见 拜拜